嗨各位 今天早上呢 我們拍一下我種的 那個羞球花 就是我羞球花目前有兩盆 一盆是上次 拍過的 紫色的那一盆是 買來的然後這一盆 是我從小苗 開始 種的然後以前那個小苗 就是前年 買的前年買的那時候 是一盆 80塊 一盆80塊 然後我買了好像四五盆小苗 但是只有一盆 有順利長大 因為我的技術不太好 所以只有一盆有順利長大 然後去年第二年的時候 他有開 一朵花 然後我有拍照 我有拍照 然後今年是第三年 第三年你看 他終於開了很多花了 對 然後他剛 剛開始的時候呢 在一月的時候呢 他是會有 那個芽點出 就是有一些芽點出來 然後之後 先長新的葉子 長了新的葉子以後 他是這芽點會這樣芽點出來 長新葉子 然後長完新的葉子以後 然後再從新的葉子這邊呢 然後再 他就是 先長新的葉子 然後從新的葉子裡面 再長這個花出來 然後長了花出來的時候 那個花是 白色跟綠色的 就是他不會馬上就是 粉紅色 不會 然後白色跟綠色的 要曬曬一些太陽 曬曬一些折色光的太陽 不能直射光 之後呢 他才會變成粉紅色 然後我這個是 我覺得我這個是無鏡蝦 無鏡蝦怎麼看呢 就是他的葉子比較薄 比較長 然後比較薄 因為我另外一盆 紫色的 他不是無鏡蝦 他就沒有 葉子沒有那麼薄 比較厚 然後無鏡蝦的那個枝條 比較軟一點點 比較軟 好比較軟 還有無鏡蝦 他是他們說是 這個新枝會開花嗎 我不是 我是不太清楚 好 但是我這一盆 我要講的就是說 我種三年 三年 他才長到這樣 對 那我 他等到花開敗了以後呢 我要換盆 因為他越來越大以後呢 他就會倒下來 然後你就常要換盆 換家土換盆 然後土要透氣的 所以我的結論就是 繡球花 那種 比如說有那種 人家那種 剪下來 然後掀插的 新的小苗呢 以前可能是賣 六十七八十 現在可能賣九十或一百元 我建議那種買回來以後呢 他有的長得好 有的長得不好 對 因為我買了五盆 裡面只有一盆 可以繼續長 其他的都掛掉 然後 所以那一種呢 就是 我覺得 那種要長很久 所以我 像我這盆 他是長三年 才有這樣子的樣子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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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假如說 你要是 就是 預算多一點的人的話 我建議就是 就是花一點本錢 花個三百五啊 四百 然後買一個大盆的人家 已經 可以 種好的 然後開始照顧 會 比我這個 容易一點 因為他這個小苗 他長的時候 他會有很多狀況 然後你就是要看 像照顧寶貝一樣 就是 親愛的寶貝 然後 然後讓他 長大 對 因為你看 他這個葉子 有時候有膠膠的 對不對 對 有時候也是會有一些問題 然後 那個肥料的話呢 是要 要濕薄肥 不能厚肥 因為我上次有濕了 比較多肥 然後他就是會有 很容易很容易 就是 有 肥害 好 普通時候呢 就是濕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就是 就是 那個 讓他葉子 會長大的肥 好 普通時候 綜合均勻肥 然後 他快開花的時候 有 花苞的時候呢 再濕開花肥 但是你那個 你濕的肥呢 那個 要那個 分量 就是那個 劑量 一定都要很少 不然他很容易就這樣 很容易就這樣 好 還有他那個 他也很容易有這個 春天 然後 剛開始的時候 很容易有那個 病蟲害 然後你也要濕 也要噴一點苦戀油在 葉子上 好 這個就是我漂亮的 繡球花 好 終於 長大 然後開花了 好 三年 三年 好 那我就分享到這裡 謝謝 拜拜